各位早安 歡迎收看星期三早上的天氣報告 我是安偉 受到高空擾動影響 香港今天偶爾會繼續有些咒語和雷暴 首先看看大範圍的衛星文圖 可以看到今天在華南地區的雲量還是相當多 預計天色方面 香港今天和昨天都差不多 仍然會是多雲為主 另外看遠一點 在海南島的西北邊 北部灣附近有些強對流發展 預計會在今天稍後 是埃近來到香港這邊 到時有機會為香港特利一些狂風雷暴 大家也要注意今天的天氣變化 另外也要注意今天風勢方面比較大 出去著大東風 現時強烈過有風訊號繼續生效 如果今天需要一些戶外活動 特別是水上活動 或者是海上的工作 就要加倍注意安全 至於氣溫方面 一起看看外面的最新情況 到今早早6點鐘為止 香港各區的最低氣溫都很平均 介乎19至21度 至於今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預測香港今天會是多雲 間中有趙雨 稍後會有幾陣狂風雷暴 至於今天的最高氣溫 預計會有23度 風方面是吹和緩至清淨的東風 離岸初時會吹強風 來到展望 預計明天還會有趙雨 和幾陣狂風雷暴 預計的天色方面 至於接近周末會開始好轉 到時的趙雨會開始減少 另外天色也會較為明朗 這節的天氣報告到此為止 再見